今天刷到这个叫炫了个蛋的图 发现评论有这么一句话 能给人很好的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 一个炫技图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这个封面图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 但我又发现 游玩人数有20万 通关率经济只有10% 和对境有问题 让我研究一下 让我看看 进来地图后 发现和其他炫技地图并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旁边有个马桶 然后身上有星星特效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拉了星星呢 出身点的旁边还有个门 可以直接去终点体验彩蛋 这玩意儿就留给那些菜单吧 像我这种技术大佬需要走后门 好像还是挺需要的 先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图的整体难度 我们大家说 这张地图呢 我跑了大概有25分钟 起初我还不理解 为什么开局 有着速通通道的地图 通关率难这么低 不过 慢慢在跑投的过程中呢 我就发现了原因 比如这个关卡 跳过来的时候 大概率会卡脚 十分影响体验 这一关又是不同的问题 就是我过了很多次啊 但每次总会发现 有个问题就是 我找不到路 原本我以为是我的问题 于是在这关 磕了将近十分钟 然后我就发现 真的是地图的问题 特别容易迷路 后来我又直接飞到了 之前的关卡 然后通过走菜单通道 发现我之前过关的时候 压根没遇到过这个关卡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发现 这个地图是真的容易迷路 大家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迷路啊 最终绕了很久很久 也是终于来到了 本地图的最后一关 OK 这应该就是终点的彩蛋了 一个能提供情绪价格的训绩图 那么现在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是什么彩蛋 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 今天有什么可能不忍 回到这边 回到这里 再见